好的 你来看在镜头前呢 总是一项严肃正经的政治人物 其实有许多可爱爆笑的漏网镜头 今天是九一记者节 在新北市府呢 就有一场另类的失败新闻摄影展 主角呢 清一色通通都是政坛人物 但全部都是他们脸歪嘴斜的崩坏之作 总统蔡英文的NG照 眯眼笑将头发喷到最高 前总统马英九这张致辞照同样上榜 爆点也在头发 本尊看完没动怒 幽默调侃自己 不计会提及曾让自己尴尬的陆荣话题 九一记者节 马前总统与朱立伦一同欣赏失败新闻摄影展 两人的窘罩高下立判 醉雷窘罩得名 朱立伦参加泼水节 全身失表情滑稽 头发就像海苔粘在头顶 我太太看到唯一的反应就是说 这样可以证明我的头发是真的 这张照片很棒的就是没有皱纹 是一张没有皱纹很年轻的脸 这个觉得蛮好的 看不到五官也没有关系 隐隐约约的其实有一点五官就可以了 周洗伟自嘲 NG照理的自己好美 但这张照片像在脸上架了盏灯 完全看不到五官 侯友宜的这张反差也很大 明明是温馨与小baby合影 看起来却像大野狼 我以前抓坏人的 把我拍起来 像我是变坏人的一样 而且好像是一个 政坛男神蒋万安也有崩坏照 在餐桌前的翻白眼斜士 表情堪称经典 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些 比较乌龙的照片出来 会心一笑 其实蛮好的 而且其实很幽默 那不叫崩坏 那叫真实 那叫做展现真正的我们 还有还有 柯P在议会背询 套上轻便语衣 露齿狂笑 这一张张求到报的NG照片 被网友赞到报 因为这全都是镜头底下 未经修饰安排 最真实的采访瞬间 民事新闻 徐家印姚家鼎 谢任林郭文海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